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岳阳说韩主要征召韩国瑜 你是支持的吗 我们尊重 尊重 我一再强调18个字 两个权力 就是两个权力 征召韩 全力支持 但出选 全力以赴 讲100次了 胡主席想跟你们会面的时候 那现在朱市长是觉得 要公开 但是胡主席觉得不要公开 那你们觉得见面的时候 要公开还是不公开 用我来讲我是不公开 为什么 两个人讲话为什么一定要公开 再公开你能够尊心诚意的讲话吗 大概也不太可能吧 我再一次强调 我讲的所有的话 没有任何一句 任何一字 是不能公开的 我再一次强调 请党中央征召韩国瑜市长 我全力支持 而且是第一个跳出来 第一个跳出来 大甲妈 世代甲很疼我啦 很关心我啦 我再次强调 我再次强调 立...立真 立真 立真 市长说你现在今天怎么会来参加这个国内 然后担任主办 呃...今天是... 我们等于是祭祀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的这样一个活动啊 呃...作为炎黄子孙我想来祭祀我们的宣言皇帝 是非常有意义的啊 那也是表示圣中追远 也希望我们的中华传统文化伦理道德能够在台湾的社会能够生根发展 尤其是我觉得中华文化中非常多的精髓都在我们这个社会当中 我们重视孝道 重视伦理 呃...圣中追远 呃...而且我觉得 作为呃...炎黄子孙的一份子 我们要永远以这样为人 市长朱涵会的时候都是不公开 为什么现在吴朱会就坚持要公开 会不会担心是幻祝事件重演 我一再强调呃...十八个字 呃...两个权力 呃...就是...两个权力啊 曾召韩 呃...全力以支持 办出选 全力以赴 讲一百次了 也是如此 我今天要在这边 呃...再一次的呼吁党中央啊 呃...尽快的 曾召韩国瑜市长 朱立伦也 全力的支持 因为呃...这样子的话就 让全党大家能够团结一致 所以我说 为什么我说 呃...如果我们大家能够用这样公开的方式 呼吁全党团结 因为我讲的每一句话 每一个字 都是我说过非常多次 从头到尾的立场都一致的 可是外界...呃...包括吴主席也认为 如果是公开的话 有点作秀的感觉 我再一次强调 我讲的所有的话 没有任何一句 任何一字啊...是不能公开的 啊...我... 再一次强调啊... 请党中央啊... 征召韩国瑜市长 我全力支持 而且是第一个跳出来啊...第一个跳出来 呃...支持 呃...其实...我一开始也讲啊... 朱立伦没有什么好特别沟通的 那...因为...呃...今天党中央 如果...愿意支持韩国瑜市长 我一定是全力的支持 第一个跳出来 就支持这件事情 而且大肆...大肆的支持 那...我觉得...其实... 党中央今天要沟通的啊... 是反对... 征召韩国瑜市长的人 啊...我朱立伦一定是全力支持 嗯... 市长是不是说不要那么初选的意思 如果征召...我从头到尾都讲的一样啊... 我说如果... 现在决定征召韩国瑜市长的话 就没有初选的问题啦... 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就说... 呃...现在大家都希望要团结 那我们...呃... 我讲一百次也是一样 所以我在这边呼吁党中央... 啊...呼吁党中央...呃... 尽快的征召韩国瑜市长 因为所有的会面都被喊咖或延期 会不会担心成为韩分兵集的面料啊? 我的立场从头到尾都很清楚啊... 我也呼吁党中央尽快的征召韩国瑜市长 那...呃...朱立伦没有什么好特别沟通的 我的立场都一致啊... 那我也支持... 征召韩国瑜市长 那...对于... 党中央来讲... 今天可能要沟通的是那些反对... 征召韩国瑜市长的... 那朱立伦从头到尾都一致的立场... 那我也跟韩国瑜市长在见面的时候... 我们都讲得非常清楚了... 啊... 我全...我对他只有全力的支持... 啊... 这个我们都是相互主力...相互支持... 还有周锡伟县长都... 赞成就是不公开... 那为什么... 朱市长这边坚持一定要公开... 是有什么顾虑吗... 没有任何的... 我只是希望说... 把我们讲的每一句话... 反对... 征召韩国瑜市长的... 那我觉得... 刚才也问啦... 那... 如果... 赶快的征召... 就没有初选的问题嘛... 所以这个就是... 立场就很清楚... 非常明确... 我跟主席是常常见面啦... 我们是常常见面... 呃... 其他有私下的沟通... 因为... 主席竟然是... 我刚才讲了说... 如果是针对于... 征召韩国瑜市长... 这件事... 我全力支持... 我全力支持... 而且公开呼吁... 呃... 尽数的... 征召韩国瑜市长... 那如果要沟通的话... 就是... 针对于反对的... 来沟通嘛... 那... 而且我刚才也讲很清楚... 就是... 征召韩国瑜市长... 就没有初选的问题... 好... 谢谢... 听那一天... 骑马宴的时候... 你有特别征召的... 啊... 那你要问什么... 重新问好不好... 好... 市长... 我再请教一下... 因为您的经纪... 跟着大小妈... 这个... 院长... 您怎么看... 那个朱立伦说啊... 如果说征召韩国瑜的话... 就不用考虑初选了... 我们尊重他的看法啦... 那您... 您赞成吗... 呃... 我... 当然... 我也有... 我自己的看法... 所以您赞成征召韩国瑜吗... 我... 我有自己的看法... 我们就尊重... 党中央做... 因为您选总的... 包括了那个... 郑南宫的副总长... 在你骑马宴当天... 有特别跟你刚刚喊... 总统好... 那一天您有特别找到... 嗯... 有啦... 这个... 到处... 反正... 人家就是会... 礼貌性的嘛... 热情的来表达嘛... 郭总长有特别提到说... 今年您似乎特别的高调... 而且说话更有分量了... 您怎么看这件事情... 嗯... 他应该对我有信心... 才会这么样一样... 二十几年来... 你每一年都来参与... 尤其今天... 你算是蓝女白的... 这个友谊... 叫做总统候选当中... 抢投降第一个... 到大家就来到哪里... 哦... 真的是第一个啊... 我不知道... 今天当中... 今天这个时间... 是他们安排的... 院长... 所以党中央要征召韩国瑜... 你是支持的吗... 嗯... 我们尊重... 尊重... 您请教一下... 因为这个... 吴主席想跟你们会面的时候... 那现在朱市长是觉得要公开... 但是吴主席觉得不要公开... 那您觉得见面的时候... 要公开还是不公开... 用我来讲... 我是不公开... 哦... 为什么... 有... 两个人讲话... 为什么一定要公开呢... 哦... 所以你不太... 在公开... 你能够... 尊心诚意地讲话吗... 大概也不太可能吧... 可是因为朱市长觉得不公开的话... 可能会有... 就是... 要谈劝退的问题... 要... 要劝退... 什么时候都可以劝退的... 院长... 那... 因为现在那个... 整个延后了... 所以有没有可能... 下个礼拜的那个终止会啊... 是不是有可能... 总统办法要开始要延后... 你觉得呢... 我们... 国民党没有终止会... 嗯... 有中常会没有终止会... 那会不会想要延后... 就是那个... 我不知道... 还是尊重... 党中央的安排... 如果是这个时候... 出来说要延后... 您可以接受吗... 对... 我说尊重中央... 就是... 当然都接受他的安排... 那院长... 院长今天特别来走大甲妈... 有没有要就是... 许什么愿望... 就是今天... 大甲妈... 是在讲很疼我啦... 很关心我啦... 从34年前... 他就有请纯... 去告诉我一些事情... 结果都非常的宁愿... 那一天... 对...那一天... 有梦的时候... 请你一定要出来... 我不是梦... 是人家... 传达来讲... 说... 你民国75年... 就是74年跟我讲... 75年你不会... 受到提名... 但是你一定要选... 因为你对这个国家富有相当的... 责任跟论路... 所以你一定要选... 不能因为没有提名就不选... 反映到这一次的这个选择上来... 我不知道... 那一年... 所以隔年真的... 我没有... 没有说到提名... 但是我还是... 坚存选下去... 所以我还是高票当选... 一直演变... 演变到... 变成能够... 担任党的... 这个... 重要干部... 然后党的实际长... 然后呢... 变成是... 副院长... 这样一直下来... 所以... 我很感恩... 麻祭博恩... 所以才二十多年来都是这样子... 对... 对... 要请教一下... 如果你出现之后... 会介意跟朱立伦或者是... 韩国瑜他们来一场辩论吗? 要辩论... 当然我们都欢迎... 只要党中英安排... 我们都接受... 那因为蔡总统说... 他传出说蔡总统... 没有办法跟同党同事来做辩论... 你怎么看... 你觉得可以跟同党同事来做辩论吗? 看看什么题目嘛... 应该都可以接受辩论的嘛... 这是... 国家定位的问题... 党的... 这个... 对国家所... 应该负责责任的问题... 这方面都应该... 是... 大家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的嘛... 关于国家定位这部分... 我讲过多次了... 我不再重复了... 院长... 我们是... 中华民国... 已经存在... 108年了... 是... 我们在台湾治理了... 70年了... 那么在... 可以... 对等尊严的做下来... 大家好好谈... 这代表是一边的人... 嗯... 这代表是一边的人... 不是... 不是... 所以... 这不是这个概念... 市长要反对一国两制吗... 现在... 中华民国也是被... 国际社会所... 这个... 公认嘛... 所以... 起码也有... 17个国家承认我们嘛... 这是国际人格... 已经... 存在嘛... 我们是一个... 完整的国家嘛... 这是呢... 因为... 两... 两岸... 各种关系... 要有一个定位... 这定位... 我是认为说... 好好的... 两边... 坐下来谈... 一定要... 这个... 对等尊严的来谈... 谈出一个... 共同的未来... 四月中下旬的时候啊... 那个韩国瑜说要的造风雨... 你怎么看... 欸... 我不清楚... 这我不清楚...